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密空中格斗在线经典传奇 系列纪录片《空战传奇》正在播出 1940年9月13号 中国四川境内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 原来日军的轰炸机群正飞临重庆碧山上空 准备对当地实施轰炸 得此消息以后 中国战机立即起飞前往迎战 然而当他们逼近日军混合机群的时候 却惊奇地发现 护航日本轰炸机的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战斗机 而更可怕的是 它的速度 灵活性和火力凶猛程度都非同寻常 经过激烈的交战 中国战机被击落了13架 受伤11架 有10名飞行员壮烈牺牲 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然而日本战机竟然是毫发未伤 并且嚣张地返航了 那么日军驾驶的新型战斗机到底是什么机型 它拥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呢 原来日军驾驶的新型飞机是刚刚研制出来的战斗机 因为生产于1939年 日本纪年2600年 因此被称为灵式战斗机 正式名称是灵式舰上战斗机 重庆上空仪仗是灵式战斗机投入的第一场战役 它以爬升率高 转弯半径小 速度快 航程远等特点 时空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边倒的局面 后来灵式战斗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 灵式的创造者是三菱重工著名的设计师 呼月二郎 他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航空工业科 曾在德国和美国深造 他吸收了世界最先进的设计思想 设计出的这种全新飞机 成为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 他实现了多个第一 第一次采用全封闭可收放起落架 第一次使用电热飞行符 机关炮 第一次使用横速螺旋桨 超硬率成立构造 大视野座舱和可抛弃的大型附油箱等设备 时速达到了533千米 灵式设计期间 三菱公司曾经召开过 新战斗机性能取向会 军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派认为空战能力要取决于转弯格斗性能 为了格斗性能必须牺牲航程与速度 而另一派则认为 战斗机的格斗性能优越 已经足够对抗世界任何战机 差的就是速度 新战机应该着重解决速度与航程的问题 至于格斗性能则可以适当牺牲 一时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 僵持不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当新战机试飞时 性能竟然同时满足了高速派 与格斗机动派的需求 一时皆大欢喜 其实灵式战机能够设计成功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恰好当时日本一家工业公司 合成了一种超级铝合金 这种铝合金比钢还硬 因为有了这种金属 临时设计的时候 飞机主横梁就采用了很细的飞机框架 并且在上面钻孔减重 这在保证战机强度的前提下 是大大减轻了飞机的重量 使它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耐疲刀程度 都比以前的机型要更好 极大的保证了飞机的续航力 1940年的7月21号 第一批灵式战斗机完成了全部测试以后 从日本本土起飞 经上海 南京 安庆到达了汉口 加入到了9月13号的重庆碧山空战当中 这是灵式战斗机的首次大规模出击 在此后的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种轻巧灵活的战机 击落了59架中国战机 而自己却毫发无损 直到1941年的12月 美国志愿航空队到达中国战场后 情形才有所扭转 1940年9月13日下午1点10分 日军灵式编队对重庆碧山进行了狂轰乱炸 据目击者后来回忆说 当时炮弹壳如大鱼般倾泻 参与这场战斗的 是还未完全定型的灵式11型 1940年7月有15架投入中国战场试用 而当时中国使用的飞机 大部分是性能落后的苏制1516系列战斗机 遗憾的是首次与日本灵式遭遇空战大败而归后 中国从苏联又购入93架可收放起落架的改进型 1153但仍然不是灵式机对手 灵式得以在中国的天空肆意妄为 直到1941年12月 美国志愿航空队到达中国战场之前 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已经寥寥无几 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 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委托 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 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 以私人机构名义 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 组成美国志愿航空队 以平民身份参战 1941年7月中旬 陈纳德回到中国时 带来68架飞机 110名飞行员 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 P-40飞机是航空队的主要装备 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 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 P-40机动性不如日本零式战斗机 但具有较高的俯冲速度 面对性能更加强大的日本零式战斗机 陈纳德将军决定全面了解零式战机 在日本空军对中国进行 肆无忌惮的狂轰乱炸时 他没有隐蔽起来 而是对日军飞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就像足球教练研究对方球队的技巧一样 然后再对队员们进行培训 陈纳德发现零式的最大优势 就是极其优异的垂直机动能力 与零式交战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 因为零式可以灵活迅速地反转 这时有可能被它反咬住 因此陈纳德要求受训人员 充分利用P-40战斗机 俯冲速度快火力猛的两大优势 尽量避免与灵活的零式战斗机展开空中搏斗 用一架P-40战斗机来击落一架日军战斗机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你一靠近 它就会调转方向 你无法急速转向追上它 而对方此时已经转到了你的后面 所以要发动攻击只能向下俯冲 如果两架飞机协同作战 你就有可能胜出 你可以对敌机实行追捕 敌机在前行的同时会观察你的行动 非常灵活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在敌机转向时瞄准开火 这样就能击落它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因灵活性不足等问题的 我们有两个优势 速度快 火力强 一位飞行员回忆说 他让我们不要停留 不要调转方向 不要与敌机混战 而要从高处俯冲 边打边逃 陈纳德甚至还仔细研究 日本飞行员训练手册 以便揣摩日本飞行员的心理 1941年12月7日 陈纳德率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飞到昆明 20日 防空台侦测到一批日机向云南飞来 陈纳德立即组织战机升空营机 之前 由于战争初期 国民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 而不能组织空中力量拦截敌机 因此 有恃无恐的日机 有恃甚至在无战斗机保障护航的情况下 就出动轰炸机进行轰炸 云南人民饱受日机轰炸之苦 当天 入侵日机十架 被击落六架 机伤三架 志愿队无一架损失 初战告捷 昆明各报相继报道 这场久违的胜利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志愿队因此一战成名 被亲切地称为飞虎队 飞虎军的胜利 并没有能够掩盖住临时战机的优越性能 几乎就在陈纳德带领飞虎队取得昆明空战大捷的同时 1941年的12月 为了夺取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权 米格尤三本五十六策划 在日本国内密谋已久的大胆计划 正被秘密执行 那就是偷袭美军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而担任此次偷袭任务的主要战机 便是临时战机 正是在经历了珍珠港一战之后 临时战机如利剑出鞘一般 从此变得不可一世 1941年12月7日清晨7点56分 一群日本飞机直接扑向了美国夏威夷群岛的上空 它们的目的是轰炸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太平洋舰队 日本航空母舰刚换装的81架灵式战斗机 作为护航战斗机参加了空袭 对珍珠港进行了两轮攻击 一百分钟内 日军投掷了556枚炸弹 发射了鱼雷40枚 偷袭结束时 几十艘美军战舰被击沉或遭受重创 此外美军还有188架飞机被毁 2403人丧生 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爆炸沉没时 就有1777名官兵随着这艘战舰沉没了 日军仅仅损失了一艘潜艇29架飞机 其中鱼雷攻击机5架 俯冲轰炸机15架 零式战斗机9架 这是美国第一次领教零式战机的威力 珍珠港事件后 驻台湾的日本陆基航空兵 大举空袭菲律宾的美国克拉克等空军基地 零式战斗机采用低速省油的飞行方式 远程护航 美军面对续航力如此强大的日本战斗机 不禁大惊失色 它的性能超过所有盟军飞机 特别是其机动性和续航力无人能比 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 也被打得七零八落 当时美国的F-2A水牛 F-4F野猫 P-40战俘等飞机 面对零式竟然一筹莫展 在香港 新加坡 菲律宾 东印度 甚至印度洋 零式战斗机 一时成为最厉害的战斗机 统治了整个天空 携带炸弹的零战 还可以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 因此被日本军方自豪地称为万能战斗机 成为二战式日本飞机的招牌型号 在太平洋战争中自始至终都是战斗的主力 战争初期 日军仅有三百架零式 其中二百五十架投入了太平洋战场 就凭借着区区二百五十架零式 日军在开战后几个月时间 把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斗机部队 消灭了三分之二 给盟军飞行部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当时盟军飞行员起飞迎机零式时 无论飞行员还是指挥官都明白 战机飞出去以后 八成是回不来了 自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在之后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日本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西太平洋 所向披靡的灵式战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谓是战功赫赫 然而正当灵式战机 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称霸天空的时候 在中途岛海战当中一个偶然的机会 美军竟然破解了灵式战斗机的秘密 从此 灵式战斗机由巅峰开始滑向了低谷 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走向了破灭 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2年6月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率领一支庞大舰队 浩浩荡荡开往中途岛 它的总体实力是按照四倍于美国太平洋舰队而编程的 他们要占领该岛 将该岛作为日击空中巡逻的前进基地 威逼夏威夷 日本第一攻击波机群 36架普冲轰炸机 36架水瓶轰炸机 和36架零式战斗机 开始从四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 铺天盖地地扑向中途岛 尽管美军事先已经破解了日本海军的通讯密码 对敌人的计划了如指掌 能够从容迎战 但拥有优越性能的日本零式战斗机 很快就击落美军战斗机17架 机伤7架 没有了美军轰炸机的拦截 日军轰炸机群对中途岛实施了 长达20分钟的狂轰滥炸 20分钟后 南云接到一架侦察机发来的电报 距中途岛约240海里的海面 发现10艘美国军舰 南云终于命令 该侦察机继续查明 敌人舰队是否拥有航空母舰 就在南云等待侦察结果时 空中再次响起了警报 40余架美军轰炸机扑向南云的舰队 不过由于美军的轰炸机 没有战斗机护航 结果很快就被南云派出的 灵式战斗机击退 1942年6月3日 对于盟军打破灵式称霸天空 所向无敌的局面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天小鹤中义兵草长驾驶一架灵士 从龙香号航母上起飞 对太平洋北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进行袭击 返航途中发现飞机燃料发生泄漏 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一个荒岛 阿库坦岛的胎原上 松软的胎原陷住了机轮 机身翻倒 折断了小鹤的脖子 五个星期后 一支美国搜索队发现了这架飞机 和倒吊在座椅上死去的小鹤 飞机除了燃料箱上 被地面机枪击穿两个洞外 几乎完好无损 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最重要的战利品 美军立即将飞机装箱运回美国 修复并进行试飞 经过试飞研究 美军发现 零式战斗机爬升率和转弯半径极好 能轻易超过F4F野猫和P40 在低空时 用这两种飞机和零式进行缠斗 无异于自杀 但如果在高空时 零式优异的垂直机动性能开始恶化 原因是负异的动作出现呆滞 反应变缓 这主要是机体强度不足造成的 另外为了减轻重量 零式没有任何装甲保护飞行员和油箱 油箱也没有自封装置和灭火设备 很容易被击中起火 后来被戏称为空中打火机 当零式性能解密以后 美军在设计新式战机时 就有了针对性的设计 并且在专门对付零式的 新式战机问世以前 美军也找到了立足现有装备 对抗零式的有效战术 美军飞行员利用零式俯冲能力不好的特点 对零式护航的日军轰炸机 采取打了就跑的攻击手段 可以避免零式的截击 使得零式的护航效果大大降低 并且通过俯冲逃跑的手段 避免了被零式击落 这个战术的应用 使美军成百上千的飞行员 得以在零式的炮口下逃生 并且给予了日军轰炸机部队沉重打击 有效地扭转了空中不利局面 为获得一种能与日本零式战机匹敌的 舰载战斗机 美国格鲁曼公司奉命 为美国海军研制出了F-6F地狱猫 也叫鄂富式舰载战斗机 地狱猫战斗机在二战中 总共击落了将近5300架日本飞机 它的杀伤率是所有战机当中最高的 这种设计的关键在于引擎 工程师们选择了著名的 R-2800双黄风航空发动机 它具有2000马力的超大功率 大的引擎可以带动大的机身和机翼 从而携带更大的燃料箱 格鲁曼公司给新型的F-6F地狱猫战斗机 装备了6把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更加可贵的是地狱猫的设计开始人性化 它兼顾的构造和重甲保护 在驾驶舱装有很厚的装甲板 防弹的挡风玻璃和涂有橡胶涂层的 自动封闭式燃料箱 最大限度地为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护 他们很清楚 只靠飞行员冲出去打仗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让他们能够抵抗伤害 平安回来 到1943年中 零式战斗机已不是美军的对手 F-6F地狱猫的服役 成为当时美国海军的一张王牌 它彻底压制了日本零式战机 令日军飞行员谈猫色变 1944年6月19日上午 在马利亚纳群岛附近 日军舰队抢先出动四波共计 326架飞机攻击美军 但日军的攻击并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 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大开杀戒 埃塞克斯号航母的战斗机大队长 麦坎贝尔身先士卒 驾驶地狱猫战机冲入日机编队 一举击落四架日机 美军战机如同牧羊犬一般 只要日机企图分散开 就以猛烈的火力将其赶回队形 在集中火力射击 日机纷纷重弹坠海 甚至出现同时有15架飞机 坠毁的壮观场面 日军的326架飞机 竟被击落315架 一位美军飞行员 在无线电力兴奋地大叫 这真像古代的烈火机啊 于是这场激烈的海空大战 以马里亚纳烈火机 标柄实测 从此 灵式战斗机称霸天空的时光 一去不复返了 灵式战斗机的优越性能 是以牺牲飞行员的防护为代价的 他们和死神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铁板 这个战争初期被认为是灵式的优势 其实恰恰是灵式的致命弱点 到了二战后期 灵式战斗机大多被改装成了 神风特攻击和狂热的飞行员一起同归于尽 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他们最后的飞行 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将飞行员的安危置之度外的灵式战机 最终彻底的退出了历史的天空 稍后请继续收看空战传奇的第二集 血火长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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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